在台北市中山区大直街的94巷附近 昨天晚间疑似因为周边建案开挖 导致一整排民宅出现倾斜 其中还有大楼严重下陷 一楼变成了地下室 我们的镜头就直击到整个下陷过程 仿佛像在搭电梯一般下坠 当时有居民回忆 状况是大约在昨天晚间7点左右 在后方工地施工到了一半 他们先是听到了巨响 然后感受到大楼震动 也抱怨工人们都已经提前疏散了30分钟之后 才来叫附近居民撤退非常惊险 碰得一声巨响伴随几声 瓷砖碎电声整栋民宅仿佛像搭电梯一般 快速下陷 往来抬头民宅已经陷入地面一大截 原本的一楼更是直接被吞掉 变成地下室 再看一次惊险瞬间 原本清闲的民宅外已经拉起封锁线 远景在一旁维持秩序 突然一栋民宅出现电梯式下坠 目击民众先是愣在原地 下一秒一连后退几步 短短十几秒的画面令人触目惊心 希望你们都这里到直接大学去来到 已经下层一层楼了 原本在大楼内的住户连忙收拾简单新郎 拉着小孩的手冲出家门 阿嬷也抱着熟睡的孙子逃离 还有小朋友被吓到不断放声大哭 听到磁窗龟裂 明表明很大声 在屋内都听得到 在楼下有听到说 人赶快下来赶快下来赶快舒展 房子要倒了 下线的民宅阳台铁窗被挤到三角形 地面也大片均裂破损 更出现一大条可怕裂缝 民宅后方的工地 银架钢筋全部崩塌 原本平整的不由路面被挤到破碎变形 呈现波浪状 停放在路面上的轿车统统遭到波及 师傅连忙调渡水车灌江车到场 紧急处置 林坊旁边是一个开挖地下三层 收工之后就听到林坊说 他们这个房子有倾斜的一个状况 先把挖起来的土 这个大坑洞有没有 一样就回田 事发在台北市中山区大直街 94巷原本有一处建案 正在施工开挖地面 7号晚上7点左右 先是有居民听到一声巨响 接着发现自己住的房子震动了一下 让他吓得连忙到施工地点查看 接着听到监工叫施工工人撤退 但居民控诉等到工人都疏散后半小时 才有人通知附近住户疏散 让民众非常愤怒 直呼根本是仇奸人命 我们这个房子下线大约7米 2楼变成1楼了 那1楼跟地下室全部不见了 住户相当气愤 幸好整起房屋倾倒下线意外 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但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居民一夜惊魂 上百人被迫撤离 无家可归 也得好好调查厘清 这台北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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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